大家好,我是龙女之声 非洲纪录片里的各种死肉动物 除了造型拉风的四群之外 第二强大就是发生各种诡异叫声的猎狗群了 这种脏兮兮的动物实在不讨人喜欢 别认为是贪婪、残忍、懦弱的象征 关于它的分类 有人说说它是曲行科 还有人说没想到吧 它其实是猫科 还有人说它是灵猫科 其实猎狗属于死猫科 这是一个毫无争议的话题 它属于死肉母猫型亚母 灵猫下母猛种科里的猎狗科 与它关系最近是狐猫 这个分类其实和猫的关系比较远了 这颗科是一个比较衰败的科 曾经遍布北半球的它们 如今大部分都是在非洲地区 而且只有三个属四个种 猎狗中大部分走刀是路线 并不是犬的路线 犬加大是耐力、速度和灵活 而猎狗加大都是耐力、力量和粗壮 我们可以叫它碎骨魔路线 我们观察它的外形也非常的有意思 前高后低非常的强壮 再加上有力的头骨 这种形态被称之为猎狗型 历史上的中猎狗或者巨猎狗也趋同演化为这种形态 斑猎狗的耳刀非常的有意思 像是米老鼠一样又大又圆 而斑猎狗大家也经常小调耳刀 我们最经常见到的就是属于斑猎狗中所能的斑猎狗了 这种猎狗非常的有意思 曾经人们认为它是雌雄同体的动物 在哺乳动物里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种说法的原因在于雌性斑猎狗 都有类似雄性的外生殖器 现在发现它其实是巨大的阴地 如果仅仅是如此的话 只要抓椅子仔细观察圣之道就能辨别 但是斑猎狗的特殊之处在于 它的铲刀尿道全不穿过阴地 而它的阴唇也愈合为阴狼的形状 使得雌性与雄性难以区分 也导致了雌性猎狗在繁殖的时候容易难产而死 之所以要长出这么奇怪的身体结构 与斑猎狗的社会组成是分不开的 猎狗是母系社会 雌性要比雄性大12%左右 雌性猎狗从出生到死亡都是留在猎狗群里的 但是雄性猎狗会在两岁时离开群体 来到新的群体 不管成天雄性猎狗多么强 它的地位都是最低的 这里所有的成天雄性猎狗 都是无财量低于所有的幼崽和雌性的 被吹到雄性猎狗只能吃残渣剩饭 唯一的剩级办法就是后面有新来的猎狗 或者前面的死掉 不过幸运的是 外来的猎狗反而会更加受到雌性的青睐 因为外来的猎狗待在子猎群里的时间会更久 也会更加巴结雌性 舔狗最后还是猎有收获的 虽然雌性选择雄性自然是你强壮更好 但是从性格上来说 雌性猎狗会喜欢性格比较好的雄性 而不是富有攻击性的雄性 你说你一个小爷们 整天大呃呃像娘们一样 还会有女人喜欢吗 之所以雄性这么怂 一个是雌性的生殖器官实在太过复杂 而雄性猎狗又没有YG股 雌性猎狗不配合根本无法完成交配 第二就是雄性猎狗根本打不过雌猎狗 在另一个地的雄性半猎狗 体重是40-55公斤之间 雌性脏则是44-64公斤之间 而赞比亚地区的半猎狗 雄性平均体重达到67.6公斤 雌性达到69.2公斤 最终的雌性达到81-90千克 半猎狗的体重数据是等于甚至大于花宝 再加上强壮的结构 所以猎狗打劫花宝并不稀奇 因为半猎狗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像狗那么大 以前我的视频也提到过 黄远夫后也是雌性的地位更高 猛情形大都是雌大雄小 但是夫妻之间是平等的 没看过它可以看一看非常的漂亮 但是它们都没有斑猎狗极端 斑猎狗女王在怀孕的末期 它体内的雄击数水平 能远远超过低等雌猎狗 肚体的胎儿就这样暴露在高强度的雄击数下 让无论雌雄小猎狗都富有极强的攻击性 让它们从下来的几率也更大 而斑猎狗的智商也很高 它大脑也非常的发达 斑猎狗的种群数量 结构和的方式都非常类似于灵长类 甚至在通过人类怪异团队协调的实验室 别人得比黑音音还要好 它们是积极的捕食者 狮子抢中猎狗食物的频率 比猎狗抢中狮子食物的频率还要高 再来让猎狗这个衰败的科 能有一种先进的物种 夺得非洲尔哥的名号 前面提到猎狗科大部分都是成长的猎狗形态 这类动物属于猎狗活动的猎狗亚科 而土狼亚科土狼属的唯一种动物 土狼 则是目前唯一的狗型猎狗 分布在非洲的东部和南部 它的关系和其他三种猎狗非常的远 作为猎狗家族中的小弟弟 它的体重只有7到14千克 它也不像老大斑猎狗那样能咬碎骨头 主持是最柔软的白蚁 意外还能能舔掉25万只白蚁 它们是一费七字和某些犬扣动物类似 白天走在洞仙里睡觉 大大是土臀或者是豪竹废弃的巢穴 晚上才会偷偷出来活动 尽管偶尔会吃到小动物 但是它们却从来不攻击大动物 虽然大型动物的腐肉也不感兴趣 这个小家伙跑得并不快 也没有很结实的身体 它让防御手段通过干门的臭线 发出难闻的臭味 它本身也很柴 没有多少肉 所以其他动物一般对它没什么兴趣 它身上的条纹被猜测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是为了模仿家族里的三哥 狗猎狗 狗猎狗是目前唯一在非洲以外出现的猎狗 但是在一万年前冰河期结束 把猎狗从欧亚大陆面积之后才开始扩张 狗猎狗的体重可在22到55公斤之间 这种游浪的动物极具墨细干气息 背部长长的猪毛在冬季时达到15到23厘米长 作为一种一起费息息的动物 小生存下来自然有些诀窍 白天的时候 它们通常呆在自己挖的 或者其他动物挖的废弃的洞穴里 自己人对人权最长达到27厘米长 直到天黑才开始活动 它们扮演轻脑负责角色 而不是猎手和食葱者 凭倩散大头骨 它们可以轻松下碎骨头 将尸体的软骨皮肤润耐 统统吞入腹中 因为能毫不费力地撕开尸体的表皮 所以狐狸也会伴随它们偷取一些食物 如果有尸体不够的话 抢劫也是必要的 它们会追踪灰狼 抢夺他们的食物 有观察发现一只狗猎狗 居然从12只体型较小的阿拉伯狼手中抢夺食物 不过它们具有敏锐的嗅觉和视觉 也会给狼群提供应的帮助 在印度和中亚地区 比较大的狗猎狗也会攻击野猪 驴这些大型动物 在一战时 土耳其人在黎巴嫩泽兵 不长时代戈壁中的逃兵 就成为狗猎狗的食物 狗猎狗也有一些特殊的保命技能 比如英国人在印度统治时期 喜欢用猎犬追逐狗猎狗取乐 虽然狗猎狗能迅速杀死一只狗 但大部分时期它们都会装死 其实被咬伤也会保持这种状态 它也可以把脂肠外翻5厘米 通过线体发出刺鼻的臭味赶跑敌人 所以当地的一些同性链子和双性链子 也会用新鲜的狗猎狗的直肠来吸引男子 一样做到狗猎狗也是有一些咒语的 坎南海人会拿着套索走入它们的洞穴 说变成灰尘变成石头 然后用套索套入它们的前腿 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人会恭敬地说 你很漂亮漂亮 像狮子一样 的确你是狮子 然后就可以把套索套在它们的脖子上 因为毛皮质量很差 所以人们并不会专门去捕猎它们 狗猎狗是一种很容易屈服的动物 古埃及人曾经有它们打猎 我在猫科的视频里也提到 古埃及人还血染过宁猫 这是无所不得 人工养殖的狗猎狗也很温顺 甚至也会与狗和平相处 如果说狗猎狗是亮地天涯的摩登飞船长的话 那么中猎狗就是身皮躲平的孤单游侠了 这种最寒天的猎狗只生活在非洲南部 长长的毛发和尖尖的耳刀是它们的主要识别点 它们的两性体重非常的稳 雄性平均在43公斤左右 雌性在40公斤左右 作为一个比狗猎狗还强大的青道夫 它同样是瓜果素材的大腿骨无所不辞 它的性格完全对着其它的外形 如果说狗猎狗是随机型的青道夫的话 那么中猎狗就是攻击型的青道夫 虽然体重不及老大哥斑猎狗 但它们的强词能力非常的强 单独的斑猎狗 面对三只飞龙野犬也会一屁股坐在地上 生怕飞龙野犬以奇人之道缓止奇人之身 用掏钢之法暴掉之地 但是中猎狗却能抢四只飞龙野犬的食物 也会抢到花豹和猎豹的食物 虽然它们看起来都是单独活动 但是其实它们都是四刀六刀组成家族的 以真年两的雌性为首领 而年轻的雄性则会加入新的群体 与原部落的雌性一起抚养幼崽 这些母亲如果和同部落的雌性一起生产的话 还要互相照顾对方的幼崽 尽管如此 中猎狗的数量并不多 大概只有一万只左右 这种部分就通过教育方式改变人们的认知 因为捉猎狗并不是很喜欢捕食加速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了 希望大家都能够点一下大拇指和瘦肠 虽然转动瘦肠价有点麻烦 但是大家慢慢的会把这些动物全都收集起来 这就是我最大的鼓励了 我是罗